其實在行銷角度來講有分內部行銷跟外部行銷 我覺得對我的員工而言我會非常強調內部行銷這一塊 在管理他們的時候我會把我的主要的訴求跟精神 還有我的產品的屬性很明確的告訴他們 因為我認為如果內部的員工他沒有知曉到我這些的策略的話 那他只是盲目的往前走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走的方向為何 所以在作戰之前就是一定要先把這些東西先跟內部員工講 針對外部顧客的時候他們才會更明確的把這些東西融合起來 這個策略才會成功